中国歌手李荣浩35岁的生日 去年他在生日这一天对外宣布 向歌手杨成林求婚的喜讯 两人事后也领证结婚 不过因为疫情影响 导致小两口分隔两地 已经100多天无法碰面 而杨成林也选在求婚 一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公开了一年前被求婚的影片 还隔空向李荣浩告白 很想对方 重点是后面 也就是 以前的今天 选在老公李荣浩35岁生日的这天 歌手杨成林公开去年李荣浩 对他求婚的影片 去年的7月11号凌晨12点整 顶着大素颜的杨成林穿着睡衣 眼看李荣浩无预警 带着亲友们手捧鲜花香槟和蛋糕 冲进饭店房间 惊喜的颜面大哭 我家都拿掉 你拿吗 我的八斗 眼见杨成林哭到八斗 李荣浩联盟送上安慰 接着重头戏来了 边哭边点头的杨成林 对着求婚惊喜 一开始吓到说不出话 最后还是亲友提醒 才联盟说好 激情勇吻 欢庆求婚的这一刻 事后两人也在去年的9月17号登记结婚 只是受到疫情影响 这对明星夫妻近来被迫相隔两地 有一百多天都无法碰面 杨成林选在老公生日的这一天 首度po出求婚影片 向老公隔空告白好祥呢